一拳超人已经更新到了最新 同人后面有有趣的羽翼也会更新 今天开始我们更新一些一拳超人有趣的小剧场 后面也会做一些有趣的一拳超人的分析 我是一拳超人的内容 我们继续说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场绝不可能的杀人事件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刚刚打败波罗斯的后面 画面刚开始江池南就已经被人杀害 童帝正在分析着 再加上童帝的声优是明争弹柯南的声优 这仿佛真的就是一场杀人案件 这个案件还要追溯到几天前 因为从史上最强的灾害外星人入侵中成功保卫了地球 英雄协会邀请了一些有功劳的英雄 组织了两天一晚的旅行 在南域池 邦谷 鞠河 金属球棒 原子武士 童帝 奇遇 杰诺斯 诸神 弗莱士 警犬侠都在 邦谷原子武士等人的确在这一次击退外星人当中起到了一些作用 邦谷原子武士对于那些没有怎么出面 还能来参加这次温泉旅行的英雄很是不满 温泉过后当然是准备了分身的晚餐 西齐正在说着 关于地球要玩乐的预言 我至今仍然认为威胁并没有消除 今天就是讨论后续的问题 把大家找了过来 先不说这个 非常感谢前几天大家的努力 今天也请大家放松下来 尽情的享受这场盛宴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刚刚没有出场的人物 King 黑光 性感囚犯 龙卷 江湿男 背心尊者也都来了 西齐至此完毕 英雄们都开始喝酒 跳舞 很是痛快 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料到 惨案即将发生 时间来到了现在 江湿男被袭击倒地不起 同地正在查看案发现场 所有的S级英雄也都在场 首先 犯案的凶器是原子武士的刀 但是在原子武士的记忆当中 自己的刀是放在宴会上 是有谁偷偷偷了出来 看着同地的眼神 原子武士很是愤怒 你是在怀疑我吗 刚刚为止我都在跟邦谷喝酒 看着同地不依不饶 背心尊者发话了 原子武士是无罪的 当时我跟西齐也在场 邦谷赶快上前解释 要杀江湿男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动机啊 听到动机两个词黑光 表示我想起来了 性感囚犯军 我看到你一直盯着 江湿男的侧脸看 这个时候性感囚犯 显得有些羞涩 我觉得江湿男军 非常的棒 我只是在想 小江湿要是我的人 该有多好 再说了 我出手的仅仅是那些 穷凶极恶的罪犯 更不会去做杀人这种事情 多浪费啊 同地表示 你是我们当中 唯一一个坐过牢的 虽然你越狱就像家常便饭 社会信用你最低 这个时候性感囚犯 为了摆脱嫌疑 我这里也有点线索 这个人跟小僵尸之间的 对话很是敏感 我觉得非常的危险 性感囚犯看向奇遇 你是不是问过小僵尸 用力打你 你也不会死之类的话 同地的怀疑 对象转向了奇遇 这让杰诺斯非常的生气 你小子难道在怀疑奇遇老师吗 如果奇遇老师真的想要 杀死僵尸男的话 根本不需要武器 只需要一拳就可以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杰诺斯的脑中 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不对 如果奇遇老师只是为了 测试僵尸男是不死之身的话 老师或许会手下留情 使用武器 这样的话 就能解释得通了 杰诺斯在奇遇的耳边 悄悄的说着 老师请您放心 发庭上 我会替您辩护的 奇遇大叫着 不是我做的 同地表示 不用慌张 弗莱斯盯着尸体一言不发 诸神去吃早餐了 金犬侠还没有起床 同地的目光转向了金属球棒 金属球棒表示 不是我做的 我未成年 我都喝不了酒 这个时候原子武士提出了一个猜想 是谁第一个发现的呢 第一个发现的人 其实是最可疑的 第一位发现人 居然是最强的那个男人King 看到King 很显然同地显得有些慌张 能麻烦King先生告诉我 你发现尸体时候的情况吗 我去自动贩卖机买饮料的途中 看到他倒在了地上 然后联系了前台 仅此而已 那么King先生 你昨晚在干什么呢 回到房间泡澡 然后睡觉 这个旅馆露天温泉是卖点 为什么要特地跑到房间去泡澡 这是我的个人自由 这个时候 原子武士不断地追问 King先生 你的底细 我就没怎么听过 King的帝王影星 已经开始慢慢响起 正当气氛非常的紧张 龙卷也来了 你们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 如果你们所有人都有嫌疑的话 我把你们先绑起来再说 龙卷发动超能力即将就要动手 江尸男这个时候醒了 众人赶忙把刀取了出来 同地赶忙询问江尸男 你还记得吗 昨晚袭击你的到底是谁 江尸男表示 我也喝了非常多的酒 根本记不清了 我一息的记得 那把刀突然从空中把我捅了 后来借着酒劲 我就睡着了 原子武士也浮现了疑问 你说我的刀漂浮在了空中 是的 还冒着绿光 就跟那个一样 众人把目光看了过去 那个绿光正是龙卷使用超能力时候的绿光 同地走向龙卷 你昨晚吃完晚饭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那种事情我哪会记得 难道说你喝酒了吗 我都说了我不记得了 我早就知道江尸男是杀不死的 真的要杀他的话 根本用不着这种没有意义的方法 邦谷劝说 要不就算了 江尸男先生也没有什么事情 江尸男也表示 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酒期上这种事情也非常的常见 这种事情不常见吧 既然江尸男本人都不在意 其他的S级英雄也就都解散了 这个时候西齐找到了同地 查看了监控 发现果然是龙卷干的 那个时候的龙卷已经醉得不行了 龙卷酒后这么失态 那么为什么龙卷还要喝这么多酒呢 此时的杰诺斯跟奇遇已经回去了 在回去了路上 奇遇抱怨着 到头来还是那个小鬼在胡闹 龙卷那个家伙为什么要这么做 杰诺斯回想着 这一切很可能是老师的原因 龙卷喝了一点啤酒就不行了 把啤酒递给了杰诺斯 这个时候奇遇正好过来了 接过龙卷的啤酒 学什么大人喝酒 小孩子怎么能喝啤酒呢 乖乖的喝陈芝不就行了吗 我这就给你去拿 龙卷定静一看 奇遇喝的还是程度很高的酒 这下龙卷咽不下这口气 恐怕是龙卷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硬是喝了不能喝的酒 但是奇遇并不知道真相 这一次的杀人事件 虽然杀的是僵尸男 僵尸男有着不死之身 所以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醉酒后的龙卷真是可爱 我是一一拳超人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